主料,黄扇两条,韭菜一百克,辅料,蒜五克,姜五克,油,盐,酱油,辣椒油,麻油,料酒,胡椒粉,背景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用餐人数,一刀两人,将山鱼头部用钉子钉住,用小刀从头至尾铺开,取出内脏和脊骨,这不可让卖山鱼人体做, 山鱼洗净,去头尾切成丝,将切片丝,打算切成末,韭菜花切成段,山鱼丝,油盐,酱油,料酒盐片刻入味,可腌咸一点,下韭菜花时就不必再加盐了,炒锅烧热,倒入油烧至六成热,下姜蒜煎香,然后放山鱼丝快炒,待锅中大部分山鱼变白熟食,山鱼丝会紧正,下韭菜花段,一同炒, 炒匀山鱼和韭菜花,放辣椒油,胡椒粉,味精,立麻油起锅,烹煸技巧,将其民煎烧山鱼,一般不用烟爆表面,那层滑绵的液体洗去,而只用清水淋冲,万火快炒煲山鱼刺变老,调料根据个人口味安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